人生如白鸡过戏 始终围着天地间 已匆匆过客 倘若只与一夜便受困以一夜 我相信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看过金庸小说 越喜欢金庸就越对金庸的作品更加的挑剔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现在观众越来越年轻化 你要让观众觉得他是真实的人 用自己自身条件去符合书中小丰这个人物的 他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表现方法 只要两天不愧于心 法地不负于云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种英雄 然后那种霞气在他身上 人物的感觉他不需要很真实 甚至服装自己都给大家感觉到就是 这是古装世界 但是用现代人的感受 你都会感觉到有那种亲切感 这个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会更有共鸣 大家都知道 曾宁章的舞打片是讲究质感 真实 所以这次我怎么会呈现金融世界的舞打风格 我怎么把曾宁章的舞打风格把它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这次想用18打 我觉得不会有一条龙 因为这个也不是正男的风格 我在每一个动作队里面 它里面都有一个来源 它都有一个逻辑在里面 你要给观众看到这个是盾牌症 所以你这样必须要一过 红 你看到前面要看到那个盾牌 那让观众知道这场是盾牌症 你看起来你都会感觉到那种力度 那种力量 那种质感 像邓哥这样的 我们两个动起手来 比较好看和观众比较期待的也是 两个都是能打 所以他招与招业之间 再加入个人情感 就会非常的好看 我也相信这个是 想用18打 还有里面很多的鼓打 会让观众觉得很热情 这个我蛮有信心的 我从头到尾都有一个理念 既然我要做这件事 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的最好 再一次慢慢演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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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滴水 不要这个画面呢 很太干净了 但是他有时候看镜头你缺什么的话 他会立马叫做 哎 你再演一下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呢 是OK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层次不够 最后他有给我们看呈现出来的一些天花 我觉得他的决定是对的 我看了他几场戏我都给弥入了 然后他问我我就说 比以前前是熟的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好的一步 那么我这次非常幸运 就是所有演员都很爱这片 其实一部好的电影都需要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演员都很相信这个故事 很相信自己的角色 然后大家互相去互动才有可能变成一部经典 就是我希望这一次这个小峰能给大家带来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我希望打造一个一个全新的 不仅是武侠世界 新的世界 这个是我的理念 能让不仅是咱们中国人都喜欢 同时也可以让全世界看到 哇 我们不是要变更精采 我们不是要变更精采